卢州区水南里他们善用仁爱停车场多功能大楼的研习教室 在四个月前开办了书法课程 而这四个月下来学员们他们都有很大的进步 师生预计在里内发放春联当天展示大家的学习成果 一张张大海报上面贴的是书法班学员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卢州区水南里在仁爱停车场多功能大楼启用之后 特别聘请老师开设书法课程 我们这个仁爱市民活动中心自从启用之后 我们就来召开有一个这个水南书法班 我们聘请我们这个书法界的名师 我们老师非常出名叫吴文胜老师 他本来也是在我们农会有在做这个书法的教学 我太太也是他的学生 我们特别特别把他聘请过来 来我们学来你这个书法班帮我们来上课 不少学员过去都没有机会写书法 这次能够跟着老师学习 大家都相当用心 除了老师指定的功课认真写完 回家也会继续练习 让老师相当肯定 其实真正书法 我以前老师在讲说书法要掉上墙 大概要十年才能够掉上墙 我不知道他们竟然四个月就可以掉上去 最主要是他们在学习的那一种风气 其实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大家非常的和乐 在书学的时候他们内心的那种稳定 我想他们自己的都感受的很深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中间的这一幅是副班长的这个作品 还有其他同学 大家每一个人呈现出来的 其实很有创意 水南里善用多功能大楼的研习教室 预计开办更丰富多元的课程 满足民众的学习需求 新一期的书法课程也即将开始 里长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记者坊间凯琳锦鱼 如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